擁有較好的外型 她是科技業女工程師菲菲 擔心裁員兼拆showgirl主持 還投資科技金融ETF 像是PG SG還有主持人的工作 希望可以保住自己的收入 斜槓不同領域 在大台北地區生活才能存到錢 物價高漲但薪資卻倒退 主計總處公布 去年每人每月經常性薪資 四萬一千三百五十七元 年減百分之零點一五 不只是連續兩年負成長 還創下十年來最大減幅 根據人力銀行調查 動薪期一千五百三十三天 八百五十七萬人心情差 平均三十六點五分 滿意度創十年新低 八成三升遷卡關 大概有百分之九十四的上班族 不滿意目前的薪資水準 平均希望在兔年這邊可以加薪 這個五千八百塊才會感到滿意 主計總處統計就各業別來看 以金融以及保險業 每人每月總薪資十萬零三百七十八元 居灌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九萬五千六百零五元 排名第二 第三名則是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七萬九千一百四十七元 最辛酸的行業則是教育業 每個人每月總薪資是 三萬兩千兩百三十六元 薪資兩樣勤 但也凸顯低薪足壓力越來越大 記者姚立強 王一仲 台北報導 我是林佩潔 從生活消費 政治議題 到國內外的最新話題 透過鏡頭傳遞新知 我在中市帶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資訊請您鎖定中市的YouTube頻道 同時要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ille點 幫我們按讚 努力